台灣人特別容易中風 那中風的相關因素 最高的又是血壓 所以也許如果說 強調台灣人的話 我們特別要注意 要注意我們之間的血壓 我們人都會老化 當年紀大的時候 我們的血管會越來越硬 頭髮會越來越少 頭髮會越來越白 皮膚會越來越爽 這都是一定的 所以對血管來說 動脈硬化就是這樣 它就是血管壁 一天一天越來越厚 越來越厚 越來越厚 有的人是還好 但有的人如果說 遺傳因素不好 比如說你有血壓高 或者家族性的一些疾病 或者高血壓 或糖尿病這些 你動脈硬化的速度 就會比別人快很多 但不管你有這些因素 或沒這些因素 你都會動脈硬化 只是速度的不同而已 我們大概通常有些危險因子 會引起動脈硬化 動脈硬化之後 會引起心臟病 或心肌梗塞 所以危險因子有哪些 有些你可以控制 有些不能控制 不能控制的 包括年齡 包括遺傳 這是你所不能控制的危險因子 那可以控制的危險因子 包括血壓 血糖 血脂肪 然後還有抽菸 體重 運動 這些是可以控制的 那如果說你把這些因素 控制的越好 你動脈硬化的速度會減慢 不是說不會了 就是減慢 那原來譬如說 你如果說原來是 可能十年 你到達這樣的厚度 那如果你把它控制得很好 你可以到四十年 才到這樣的速度 到這樣的厚度 那就很好了 就能夠老得比較慢一點 就已經很卸低卸低了 強調台灣人的話 因為台灣人跟老外的不太一樣 就是台灣人特別容易中風 台灣人跟歐美人 就是我們叫高加索人 特別容易中風 那中風的相關因素 最高的又是血壓 所以也許我如果說 強調台灣人的話 我們特別要注意 要注意我們自己的血壓 血壓我們的要求 會比老外會更嚴格 那另外台灣人呢 還有一些特別的因素 就舉例來說 我們對選舉很熱衷 那也許歐洲人 也許對足球很熱衷 或什麼那些 所以在選舉的時候 不要太激動 不要生氣 不要放輕鬆 就好 那我們比他們 好一點的因素 是我們的天氣 沒有那麼的畸形 我們的天 我們天氣至少 大概都是 再熱也不會熱到哪裡 再冷也不會冷到哪裡去 所以這些其他 大概還好 就好 就好 好 就好